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萌莉姐姐 我是郭郭姐姐 最近我跟郭郭姐姐开了一个 炒水果碟 可是我们的菜单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 对啊 所以今天我要跟郭郭姐姐 我们要研究一下菜单对吗 对 那我们现在一起开始研究一下吧 我们准备的水果有 西瓜 米后桃 葡萄和橘子 这边是香蕉 水蜜桃 火龙果和芒果 那我们现在开始烤了 是不是看看什么好吃 我们先把黄油倒在这个板子上吧 现在黄油都融开了对吧 对 我们现在我要先烤 米后桃和橘子 那我烤香蕉和水蜜桃 好的 不知道这个烤完之后什么味道啊 我们是不是要翻面了吗 对 我觉得应该翻一下 好吧 我把我的橘子翻一翻 橘子这边没有什么变化耶 桃子也没有 要不要试试翻翻香蕉 嗯 香蕉你翻一翻试试 香蕉好像有点变色 哇 这边已经这个样子了 对 会不会外焦里嫩呢 我觉得应该是好香啊现在 嗯 特别甜 特别是配上黄油的花王酥 应该会更好吃一些 对 米后桃我要翻面咯 好像熟了耶 嗯 它变得更软了 哇 那桃子好像还好 因为这个桃子比较硬比较厚 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是不是 嗯 好好玩啊 等着吧 嗯 现在已经非常上色了 对对对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装盘了 可以 那你关火吧 好 关掉了 哥哥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一盘了 对吗 对 那我们把剩下的都烤完以后 我们一起品尝怎么样 好啊 我先开火 好的 那我要烤剩下的葡萄 我决定要烤我最喜欢的芒果 我决定要烤我最喜欢的芒果 姑姑你看我这个葡萄 哇 就裂开了耶 烤葡萄皮皮会裂开 嗯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会熟的比较快 那我们要不要翻一下 好 那我特别好奇烤西瓜是什么味道 其实西瓜也上色了 可能只是颜色现在和西瓜的颜色比较相近 对 好甜呢 那到底是什么的味道了 这边有一点点金黄色了 哦 你看西瓜也是 嗯 哎 这边这个是没有翻的是不是 嗯 两个颜色差别很大 对 嗯 姑姑我觉得我这个葡萄应该是最先好的 哦 它已经好了吗 所以我要剪出来 哇 葡萄的颜色已经把其他的水果都染上色了 对呀 味道会不会也差 就是它们混合在一起了呢 哎 说不准 哦 我觉得它们已经差不多了 对吧 粉了很久它们也没有变色 可能就这样吧 其实它们可能变色 只是我们看的不是很出来 对 那我们现在准备的装盘吧 嗯 好啊 姑姑呀 我们这都已经烤好了 嗯 我们先该品尝了是不是 对尝一下吧 非常重要 这个是我们的菜单设计 我来一个香蕉怎么样 好 先吃一个香蕉 你一半我一半 我们尝一尝吧 看看这个 会不会好黏呢 好了 来尝一尝 味道不好吗 我不想闻它 我觉得还好啊 为什么臭臭呢 我觉得还好啊 挺好吃的 嗯 嗯 嗯 男奶的味道 味道还是不错的 嗯 这个如果卖起来的话 香蕉精会非常好耶 热气超棒 嗯 下一个 嗯 迷猴条怎么样 好 尝一尝 嗯 现在还不错耶 嗯 好了 尝尝吧 哦 甜甜的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气味的感知这么不一样 哇好酸啊 不太想吃 酸酸的 还不错吧 好酸 怎么样 不好吃 不好吃你呢 不好吃 其实呢 就是特别酸 可能是这个迷猴条刚开始还没有完全手透是吧 哎 不过一整个吃下去还不错耶 就是酸一点对吧 嗯 要不然这个我们保留菜单 保留一下 嗯 看上最后最后最后怎么样加工一下它可能会好吃一些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顾客是比较喜欢酸的最喜欢 对呀 嗯 接下来 桃子怎么样 不错 桃子 现在桃子特别软 我们烤以前是特别硬的 对 嗯 这口感还有点 嗯 你闻闻这个味道 你闻一闻 特别的甜 是吧 嗯不错 罐头的 对 是完全想说吗 刚想说有点像罐头的味道 对对对 因为罐头也是熟的嘛 嗯不错 还行 嗯 这个应该小让也会不错 嗯 接下来的橘子吧 嗯好 橘子我拿手拿过来吧 挺软的呢 对 切开吧 切开 嗯 嗯 它好软呢 这个水分可能会消失一些啊 对 我们来尝一尝 嗯 嗯 好吃吗 酸死了 我们这个食材准备的时候呢 应该再烤丘一下就好了 我现在 我完全找不到肉在哪里 因为这个烤的时候 它水分都已经被 就是什么 煎出去了是不是 嗯 嗯 嗯 我就尝一尝一尝吧 人家先往这样吃 哦 说的有道理耶 哈哈 你为什么要吃皮吗 你是要 怎么样 好苦 好酸 不好吃不好吃 这个不行 我也觉得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真的不行 慢回去人家会找我们的 橘子的话 要不然这个菜单我们就取消吧 取消 然后接下来我们吃葡萄吧 嗯 好 哦 葡萄的范花因为皮已经裂开了嘛 是不是 直接可以吃的耶 怎么样怎么样 这还是葡萄的味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 嗯 还不错 嗯 好好吃啊 是不是 还不错嘛 那么接下来我们吃西瓜 好西瓜 嗯 西瓜 切开吧 嗯 嗯 来尝一尝吧 嗯 为什么又有这个西红柿的味道 你问一问 西瓜会有西红柿的味道 因为都姓西吗 哈哈哈 不姓西瓜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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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青瓜的味道 嗯 嗯 为什么有南瓜的味道 嗯 嗯 是南瓜味道吗 对 口感也很像 为什么西瓜烤完是南瓜味道啊 好像蔬菜的味道 反正不酸不甜也不难吃 好吃吧 也还行 这个是不是后期我们要加工 然后才可以卖得更好一些 对我觉得应该是 比如说哪些巧克力浆 还有芝麻 芝麻 芝麻也好像不脆 嗯 你是完全当菜了吗 哈哈哈哈 因为像蔬菜 好 那我们下一个吃什么 下一个 这个 这个怎么样 嗯 哦 掉了 没关系 哦 其实我特别爱吃芒果 我也是 那我们来尝尝 烤芒果是什么味道 嗯 好香 香吗 嗯 还好 嗯 有芒果 芒果很浓的味道 而且很甜 对 但是 怎么跟正常的芒果 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如果 其实还是很好吃的 嗯 它要是煎啊 炒啊或者是炸的话 都应该比较不错 嗯嗯 好吃 要不要再尝一个 好 这个我觉得一定也会消量不错 嗯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有这个 火龙果 对 好吧 这就是火龙果的时候 火龙果我们吃火龙果的时候 只这样吃的时候 味道不是很甜是吧 对 不知道烤完会是什么味道 尝尝吧 嗯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嗯 还挺甜的 挺甜的 嗯 是原来就很甜吗 还是说烤完以后会更甜呢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烤完以后会更甜 嗯 是不是吃出一股芝麻味 就是你是说它们的籽变熟了吗 对 变成了芝麻了吗 有一种芝麻 要不要这个火龙果跟这个西瓜放在一起 芝麻可以西瓜 我们可以这样卖 有道理 对吧 好好吃这个 真的好像是因为熟了以后会更甜一些 嗯 好吃好吃 啊对了 我们这个带皮的香气还没有吃 对啊 带皮的也要尝一尝 哎呀 可以 来吧 带皮的里面会 你们看里面其实还没有熟透耶 对 是吧 嗯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就扒开吃吧 对 咻咻咻 咻咻 突然想到了一个词 什么 问 是 是 就是这种感觉吗 谈谈吧 嗯 跟我们刚刚吃的那个烤香蕉味道不太一样 嗯 那个是完全的奶奶的味道 对 这个是奶奶的味道 加上原先的香蕉味 对 可是我更喜欢没有皮的 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就是有皮的这个吗 对 我喜欢这个 这两个我们都可以卖试一试 嗯 嗯 那我们现在都品尝过了 橘子 对 被我们已经跑掉了 不要奶奶 不要奶奶 嗯 然后比较好吃的 比如说桃子啊 芒果啊 都应该销量还不错 对 然后其他的呢 我们也可以混合去搭配一些巧克力酱之类的对吧 没错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店里面会来什么样的小客人呢 嗯 哇哦 我这里新开了一家水果店呢 哦 你好 欢迎光临 我们店的水果都是煎着吃的 哦 煎着吃的水果 嗯 我没吃过 什么好吃啊 要不然我帮你做一个水果拼盘吧 嗯 好啊 嗯 嗯 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还要再加一些巧克力炼乳 你喜欢吗 我喜欢 我喜欢吃甜的 像蜂蜜一样甜的 那就好 嗯 一定会非常好吃的哦 已经完成了 哦 快来给我尝一尝吧 好好吃哦 那谢谢你了 我走了 拜拜 这是什么情况 你说什么呢 这个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小客人 巴拿 我知道了 是香蕉吗 我们这个香蕉是烤着吃的 煎着吃的 没有关系吗 那一定会更好吃 那当然了 我们这煎香蕉超好吃的 等着我给你做 你只吃香蕉吗 其他的也很好吃的 你看火龙锅也好吃 巴拿拿 好吧 好奇怪的小野人 别等着你好吃 巴拿拿 哎呀 真的是 我转英文 哦巴拿拿 好了好了你的巴拿拿 给你你要的巴拿拿 太棒了 以后我只吃煎香蕉巴拿拿 拜拜 那我们今天的煎水果还都比较好吃是吧 确实 其实在国外呢有很多人都这样吃的煎的水果 特别是在配菜里面 对呀而且其实煎完之后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 比如芒果呀桃色西瓜呀 这些煎完也非常好吃也非常有营养是吧 没错 嗯那我们今天煎的水果也非常饭 非常好吃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新魔力玩具学校哦 还有大家要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 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